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日本产经新闻7月24日报道 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罗纳德·利根号已完成为7月2个月的警戒巡航任务 于24日当天 回到日本神奈川县驻日美军恒虚赫基地 恒虚赫氏表示 美军称返航是为让约5000名船员进行休养和补给活动 罗纳德·利根号航母于2018年5月末出航 并于6月与印度海军及日本海上自卫队 在美国关岛周边海域举行了马拉巴尔联合军演 美军F-18A战斗攻击机等也60架航母舰载机 现已从神奈川县后募基地 以时至山口县盐国基地 后募基地的舰载部队司令部要员也将于2018年内转移至盐国基地 实习编译 史县 审岗 王欢阳子晴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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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